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她扮演了一个人美心善 然后作家树叶有专攻 她这个非常会写写的一个这么厉害的反派的男性 前缀真长 我是一个脑海中有很多恋爱梗的女作家 但是从来都没有恋爱过 补充的好 我就是肖无敌就是这个 是一个没有谈过恋爱的女作家写出来 为了满足她这个想要恋爱的女性的一个幻想 满足幻想的一个人物 所以具有很多男性的优秀的品质和优点 优秀品质根本没写在你身上好不好 就是她帮我相亲 就是我帮她相亲 展开箭上 就是她从古代穿越过来之后 她很想穿越回去 然后如果她要穿越回去的话 她就必须帮我找到一段爱情 然后她就帮我相亲去了 你不要若有所思 然后假装 然后其实什么都没想 say something 我在想 我在想你说的好啊 可以 最辛苦的部分 主要是沈老师比较辛苦 我没什么辛苦的 他也很辛苦 就是有一些戏 我记得印象比较深刻的一场戏 其实是我以为她穿越回书里 再也不回来了 但是她又穿越回来了 然后我在剧情设定里面 有惊恐障碍 然后就是几个复杂的事件 突然串联在一场戏里面 就比较难 她在这个戏里面设定 有一个惊恐障碍 那个惊恐障碍确实是挺难演的 因为她需要你的情绪 就是到达一个 但是你也有那个 每次被我召唤 但是如果你不完成我的召唤的话 你也会很难受 就是禁锢咒 那个难受还好 还有就是 我的 不是西方这部戏 哦 我的 板牌 男友 有两个 别 你说 你说 最让期待的三个 期待的三个词 第一个词 陈哲月 你刚刚想说沈月是不是 你怎么知道 喜欢抢我的梗 嗯 嗯 陈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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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反派是这部剧的那个核心啊 爱奇艺 哦 是吧 对 嗯 传队哦 对啊 之前没有传队 没有拍过传队 之前我没拍过传队 而且是从书里传队过来的 嗯 可以 稍微再也展开 展开 对 对 传队啊 呵呵呵呵呵 就从书里传队过来的 对 而且就是这种戏里面有古装又有现代 其实我觉得就是刚刚一个是反派的boss 还有一个是保护他的 都是因为爱呀 对其实他就是一个前期到后期的一个 慢慢人物的成长了转变了 其实是男性让他成长了很多 刚开始的时候他以为自己是一个很厉害 然后很无敌 笑无敌嘛挺无敌的 然后很坏 但其实后面他才发现了自己其实在 这个男女之事 就是喜欢啊爱这方面一点都不懂 然后他就慢慢地开始学习 慢慢承担起了一个男人应该承担起的责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过去